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今天 我要教你怎么样拍出一张好的照片 拍张好的照片呢 讲的是两样东西 一个就要会拍 一个就要会摆 不然你是晒高黑的吧 我是说晒到黑呢 到底拍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吧 那我知道你们心里 一定开始OS靠北对方说 你不会拍 你不会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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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摆 嗯 那抓相机呢 就好像握方向盘这样 掌握生死大权的吧 所谓掌镜猪对友 照片猪定丑 那拍照的人就要有耐心 然后要包容性 不要整天靠北人家 人不美摆破秀丑 除非他是alien 不然的话 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g spot 我是讲good spot 没错 拍照就好像拍拖这样 你要常常讲good 你要给他鼓励 有啊 鼓励他就有信心 有信心呢 他放屁都好像在装臂的 其实摆破是很simple的 所以今天呢 我请了一个sojo twins 给你们一些不会很表 但是看起来又很屌的 posing教学 那所谓ootd 就是outfit of the day 不拍你的outfit 难道拍你的unbeat呢 所以呢 你这样讲了 摄影师就懂哦 你要拍全身照 大家走进镜头里面 站中间 给自己设定个剧情 拍什么拍 不要拍啦 哎呀好啦好啦 给你拍啦给你拍啦 哎快点啦 风很大我头发乱掉了 哎好像什么都掉了哦 哎呀是我的春星嘛 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ootd 那所谓的女人威呢 就是妩媚 很lady的来让人家有一种想要保护你的感觉 那这样远远保护不到的嘛 所以要惊哦 那你就下一个剧情 啊 太阳很晒呢 哎呦呦呦 我要晕倒了啦 啊 我爸 抱我可以吗 好不好 Jack 咔嚓咔嚓咔嚓 男子人看好过后啊 嘿 简直想要变成变成这个绿色巨人来保护你 那明星最出名是什么 很多粉丝很难 所以呢 你只要被拍到一直在走路 就可以了咯 然后不要忘镜头 但是不忘镜头有时太人籍不好啊 对粉丝不好嘛 所以你偶尔也要对粉丝说嗨 诶 谢谢你们来送鸡哦 这样咔嚓咔嚓咔嚓 简直就是一个celebrity 那女神的照片哦 是一种感觉来的 一种还没有准备好被拍到 依然可以美到不要不要的感觉吧 那你可以在玩闹 发呆 或者是笑得很seven的灿烂 那反正就是要表现到哦 你根本没有在care什么是gspot 因为你处处都是gspot吧 咔嚓咔嚓咔嚓 多么的情形自然不作作 看了都快恋爱了吧 正所谓摆post要调 照片要调 那首先打开你的snapset啦 用selective 去局部调整 把应该调亮的地方调亮 暗的地方暗 给它有contrast一点嘛 那这样之后面的背景 加上天空 把它从灰灰的天空 变到去蓝蓝的天空 所谓蓝天白云好心情 那这样你照片就很好的vibe 然后呢就把它丢进p图里面 那p图是非常强大的 去到我这最喜欢的filter叫summer 那在summer这个category 上面有一个叫beach的东西 要轻轻一点这个 飞哦 那这个就是台湾网美 最常用的唯美色调 那还有其他的effect你就自己去试一试啦 就是那么简单的吧 那不要再跟我讲 你的电话 倒露不到什么什么app啊 只要有伸手 照片不会丑吧 结论是 一张好的照片看的不是你怎么摆 而是它散发出什么vibe 那你不需要很gay by 但是你一定要go gay by 而我是说机智的 用身边的环境去gay by 就你的照片呢 才更加显得自然呗 那就好像我们丑臂大作战的小飞仙们 就是非常的好棒棒呗 师傅我看到你们的成就 都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呗 好不容易才给我选出了top 5 你们这五位 都是我心目中的小gay 呗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一下吃看 个吧吃看 按下我为止 也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insta 订阅我的youtubechannel 也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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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那是更好 你希望穿得更好 第一次要拍照的拍照 我一年不知你穿得更好 哦,ok 我穿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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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得更好 我看你 你哪个人的脸 什么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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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